你知道这首歌吗? 阿门的千尼泼鱼 我的天哪 我又背在那种种的棵牙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小学的时候 好像什么黄鱼鸟 这边是个贵人 贵人? 是个贵人 你认为这首歌是出版的? 这首歌 50年前 每个人都知道这首歌 但你认识谁唱它? 今天我们有个原唱歌 顾行云 在1980年 留下来看看她的歌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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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行云 顾行云 当她在1980年 她第一次被人 《蜗牛与黄蜜蜜蜜》 她的歌预 销售当时 她的歌预 她的甜蜜 印象 带了粉丝 她的学生偶像 或学生偶像 或学生偶像 Having retired from showbiz for almost 20 years she is now staging her first solo charity concert in Singapore On October 23 为什么会想要回来开这个演唱会 去年9月的时候 因为月雷 月雷 因为她自己生病 一个演唱会 那 在很多 很多朋友的帮助之下 找到了我 然后 我就是 做她演唱会的押注嘉宾 但 在那个演唱会之后 我发觉 还有很多朋友都很怀念我 我觉得 我觉得我有能力的话 还是希望在慈善事业做一些贡献 那又能再重新出来跟大家见面 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2003年也有在香港开一个慈善演唱会 是的 所以这两间慈善机构是有关联的吗 是没有关联的 在香港那时的演唱会是 捐给他们所谓的Hospice 那他们是给一些就是即将离世的人 给他们很好的照顾 让他们走的时候也走得非常有尊严 那这一次呢就是小朋友的机构 所以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20年来 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在20年来 我到过不同的地方 很多不一样的经历 我有自己做 在大陆做生意 不好意思 然后呢 我也希望 我也喜欢上很多不同的运动 还有我继续以前一向来的喜好跟兴趣 什么运动呢 高尔夫 爱上了高尔夫 所以你现在是居住在香港吗 还是 其实我是香港跟大陆都两边都跑 那偶尔会回来新加坡看看朋友 这样子 可能很多歌迷都会 可能揣测 你离开娱乐圈 是不是因为就找到好姻缘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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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到现在我还是单身 单身 但是 当然我也有家往 我有朋友 这样子 我觉得一切东西都是随缘 其实我们在街上 问一些年轻人 有没有听过蜗牛与黄梅鸟 那么他们对歌其实是有印象 可是可能他们就不知道是谁唱的 这样 所以你 所以你会介意吗 就是你歌是红的 可是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淡忘了 其实我不觉得什么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 认识这首歌 就肯定会认识我的人 那现在年轻的一代 我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因为年龄有一个差距 那他们小时候真的可能是 婴儿的时候 四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听过这首歌 但是他们对人的印象是比较模糊 那也好哦 我趁着这个机会告诉他们 是我呀 Next, Gu Xinyi shares what it was like to party with Hong Kong superstar Leslie Cheung